Hello大家好,我现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7月22日下午的10点10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广州街头的现状 这里是广州的夜秀区 旁边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北京路了 北京路已经拍了很多遍了 这个视频的话,大家一起从这个危机逛去广州的东山口 东山口被称为是广州最潮的地方 并不是因为潮湿,而是广州潮原的聚集地 为什么呢?等一下大家看到就知道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些建筑啊 都是比较美的,看到没? 这些建筑就是广州大名鼎鼎的棋楼了 美不美? 不仅这里多棋楼吧 在广州的丽湾区也是挺多棋楼的 这里有一个基督教 但是里面没有人参观 现在可以看到天黑了 这种天气出来灌街的话是挺不错的 没有这么晒,没有这么闷热 还有可以看到这里逛街的人啊 没有多少吧 因为很多游客来广州旅游的时候啊 都是直接去北京路了 所以周边的路的话他们都是不逛的 不过我建议啊 最好逛一下广州北京路周边的街道吧 你会有一省不到的收获的 因为这一带在过去的话 只有很多一些名人 或者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因为这些骑楼啊 一般人在过去的话是住不了的 所以现在的话 这里聚集了很多一些名人的旧居 以及遗址 都是非常值得逛一下的 可以看到这两旁的散布啊 都不是什么餐饮店服装店吧 大部分都是一些门窗的装饰的 看到没 对于这条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来过 前方又是住门窗的 他又说回来 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些房子 都是有钱人居住的 因为在广州过去的话 有这么一句话 有钱住西关 有钱住东山 我所说的东山 就是现在的越秀区 不过这里的话 在过去啊 还不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就是我准备去看了那个东山口那一带 而这里的话 受到立万区的影响 也是住了很多一些有钱人 哇 这一带都是住门窗的 难道这里就是广州的门窗一条街吗 我发现广州很多一些门类 或者是一些 商品 或者是一些 什么吧 都会集中在一条街 或者是一片区域进行来 卖进行来服务的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吧 这样的话会形成一种效应 哇 这个丁鱼 看前方这栋楼 前方的瓦房啊 别看小这个瓦房啊 如果一拆迁的话不得了啊 因为这里的位置太优越了 这里是 越秀区的乌旺福路啊 在前方的不远处就是团一大广场 先过一下马路 同时可以看到这边的树木也是比较大比较老的 这些树木也算是见证了这一代的发展吧 这里很多一些卖帽的 难道这里就是广州的帽子一条街吗 看到没有 都是卖帽子的 那边也是 看到没有 贸业贸业 刚才是门川的 现在来到了广州的贸业一条街 我看了一下它的帽子啊 挺便宜的吧 15块 1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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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挺透亮的 各种帽子云有尽有 这里的话说实话 我是第一次来呀 没想到广州还有帽子一条街啊 10块一点好便宜啊 我觉得比网上的帽子还要便宜 还有这个 冯姬 哇 这帽子这么大饼 这一间又是帽子店 10块一点 好便宜的帽子店 如果大家来广州旅游 想买帽子的话 可以来这里看看 逛逛走走 好了 容易形成的问题 那这个视频就先拍到这里 下个视频我们继续往东山口发现罐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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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